接下來我們準備要進入所謂的機械人手痕 當一個垂直上拋個小石頭的時候 小石頭往上升的過程中 重力做正攻還復攻 位移向上,重力向下 所以我們做的叫做復攻 那我做這個過程中 我的高度越來越高 可是我速度越來越慢 所以我的位能會怎樣 位能是增加,動能是減少 所以上升過程 重力做復攻 位能會增加,動能會減少 那如果落下的時候,重力做什麼攻? 位移向下,重力向下,方向向下 所以兩個同方向 所以叫做正攻 因為往下掉 所以高度越來越低 可是速度越來越快 所以位能會如何? 減少 動能會增加 這是一個重力在做功的過程 你會發現一個在增加的時候,另外一個會怎樣? 減少 動能增加,位能就減少 位能增加,動能就會減少 然後呢 如果沒有其他的外力作用 你可以去算 你算完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從地面上升到回到原來的時候 到回來的時候 他的速度會怎樣? 一樣 也就是動能會 一樣 好,原來有動能 五焦耳 跑到最高點停住 變成零 掉來那邊多少? 五焦耳 還是一樣 OK 完全沒有騙 然後呢 你還會發現 最高點的位能 跟最低的動能 是一樣的 好 最低點的動能 是五焦耳 升到最高點 位能也是五焦耳 大家都一樣 OK 還有 如果在一樣的高度 我往上衝 比如說 我要往上可以升高 10公尺 我升到3公尺的時候 我往上升 上升到3公尺 跟往下掉 掉到地面3公尺的時候 我們那個時間 因為都是3公尺 所以位能都會怎樣 一樣 同時動能也會 一樣 動能也會一樣 通通都一樣 所以呢 而且任何一個地方 任何一個地方 隨便挑一個點 那動能 加位能數 通通都會 一樣大 這樣就讓我們會覺得 好,原來 你重力在做工的時候 我說 你的動能會重力在做工的時候 我說我的 動能再減少 衛能再增加 可是好像並不是讓動能不見了 讓動能變什麼 動能變成衛能 下來的時候是衛能變成動能 所以只是從A能量變成B能量 B能量變成A能量 換來換去而已 可是Total種子是怎樣 是一樣的 所有種子是一樣的 所以 我們重力在做工的時候 動能跟衛能 就是動能換衛能 衛能換動能 總和是不變的 總和是不變的 這件事情叫做機械能守門 這件事叫做機械能守門 機械能就是又叫做力學能 就是動能加上衛能 動能加衛能 動能加衛能叫機械能守門 所以 這樣的作用之下 動能加衛能總和不變 這叫做機械能守門 力學能守門 我前面不是講過說 衛能有所謂的重力衛能 彈力衛能跟電衛能嗎 對不對 好 如果只受重力作用 重力衛能加動能等於定值 如果只受彈力作用 就是彈力衛能加動能等於定值 只受電力作用 就是電衛能加動能等於定值 那麼就是通通都會守門 所以 那因為我們國中 不太考慮所謂的電衛能 我們都已經放在電衛上 所以我們就忘掉它 還有一個彈力衛能 還有一個 所謂的重力衛能 沒有關係 因為重力作用 機械能守門 因為彈力作用 機械能守門 所以這兩個都叫做所謂什麼力 守門力 都叫守門力 只有它能作用的時候 機械能會守門 重力衛能加動能等於定值 電衛能加動能等於定值 這叫做所謂的機械能守門 力學能守門 以後的題目 就是扣在這句話 兩個加起來一樣大 所以如果現在動能十交耳 衛能零交耳 等一下變成動能兩交耳 所以衛能就會有八交耳 加起來會一樣大 你這樣子做 不管是要算還是不要算 要算很簡單 就是加起來一樣 胡說這是觀念而已 這是觀念而已 就是說 我們是機械能守門 動能加衛能 會等於定值 就是所謂的力學能守門的意思 就是 動能加衛能 總和保持不便 總和保持不便 我們稱之為 機械能守門 或者是力學能守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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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